主料,西红柿一个,洋葱一个,胡萝卜一个,白米饭一碗,补量,油,盐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把洋葱切成条状,先放入锅里,把胡萝卜洗碗再切成条状,再跟洋葱一起炒,把西红柿切成块状,再放入,最后把蒸熟的米饭放入,一起炒,烹饪技巧。 炒饭前先把米饭蒸熟再亮,来回快点炒,酱锅很容易干锅的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